什么?淡宰岛又发生变化了? 淡宰岛的三个变化 我不说你们绝对不知道 伙伴们快看看这三个变化 你们知道哪个? 第一个变化 淡宰岛的黑夜将会出现一个变异弹 很多伙伴还没见到过它吧 它是在淡宰岛黑夜会出现的蛋 大家一定要小心它 它出现的时候会吃掉其他的淡宰 样子特别恐怖 脸上长了三个牙齿 伙伴们 伙伴们 淡宰岛遇到它一定要小心 第一个变化 淡宰岛出现新的变异弹 淡宰岛第二个变化 在狂欢乐园里有一个灯塔 大家还记得吧 你们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 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在灯塔的上面出现了一个沙漏 这是淡宰岛的第二个变化 灯塔上面出现了沙漏呀 淡宰岛的第三个变化 你们还记得淡宰岛上的奥特曼和怪兽吗? 你们有没有关注过奥特曼打小怪兽呀? 在最新的淡宰岛 淡宰岛的第三个变化 奥特曼和小怪兽集体失踪了 以后淡宰岛再也没有奥特曼打怪兽 再见了兄弟 再见 他们永远删除 伙伴们和奥特曼和怪兽说说再见好吗? 他们永远的消失了 再见了兄弟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